无名或是什么 就是阿赖耶施里头 无名习气种子 这个种子不是物质 不是精神 也不是自然现象 它永远不消失 阿赖耶就像一个仓库一样 全都寒藏在这个里头 遇到云它就起现象 就起作用 没有云不起现象 真正不可思议 烦恼之根本 预言你看 变现出虚空发解 变现出六道轮回 变现我们眼前种种境界 全是阿赖耶变现的 它像一个仓库 像一个资料室 我们齐心动念 它里头就有种子 所以我们要把福的种子 加强 我们念一生佛号 阿赖耶就落多少种子 这一生佛号 要念得缓慢一点 阿弥陀佛 一秒钟能念几句 三句四句 这四句有多少种子了 一秒钟 一千六百兆种子 这个种子是念佛的种子 我们无法计算的 真的不可思议 你要怕我这个 这个佛号种子不够 我们就加进你 你就这样念法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天有多少 计算机都算不出来 可是我们不念佛号 是大妄想的 那就是善业 我业 无极业 搞这个种子去了 这个道理要搞清楚 搞明白 那我们觉得最宝贵的是时间 我这个时间 一定用这点佛 我决定不能够浪费在别地方 我这一生才有救我 别人有多少善根佛的 我们不知道啊 自己晓得自己 自己要善待自己 不能把自己的精力 时间 精神浪费掉了 如果在浪费着 找物业上 那就不得了了 物业已经够多了 天天还要嫁 你不到我到哪里去 那不能再压了 不能再压了 天天天天 看看吧 他要再压 sie 自己的精力 更多的 他的iedzin 那是会 别人有关系 没签 没签